纯贵妃一定是累了吧 妹妹给您揉揉 这些事情自有宫女们做 令鬼人不必如此 举手之劳罢了 姐姐不必担心 令鬼人原是我的宫女 是做会了这些事情的 对了 姐姐 怎得不见三个呀 永章说 几位年幼的皇子 过于劳累都起了口疮 便亲自到太医院 拿些金银花来 给大家熬水喝 想来也是该回来了 果然还是三个 深明笑地之一 瞧这一个个的 都巴结得不遮不掩的了 妹妹喜欢便多喝几碗 姐姐今日真是辛苦了 哪儿啊 大家都辛苦了 去把勇气带过来 是 主儿 该到吃做她药的时候了 你还在吃做太药啊 这过去啊 做太药是按照事情次数上的 如今大概是求子心切 喝得更轻了 是要三分毒 能不喝就不喝吧 从前惠贤皇贵妃也是求子心切 喝了不少做太药 也没什么用处的 我也知道这药是未必有效 但皇上待我好 我是都知道的 妹妹先走一步 姐姐 姐姐 方才我听到勇气有两声咳嗽 我带她去太医院看看 那你就快去快回 路上别着了疯了 嗯 贤额娘 儿子告退 走吧 今儿多亏有姐姐主持大局 一切才能这么妥妥当当的 哪儿啊 各位妹妹 我来 赵应得好 勇气挨着额娘近一点儿 别拎着了 来 勇气来这儿 额娘有话告诉你 勇气啊 后天是你皇额娘子宫凤仪 到景山观哲殿的日子 当天是大日子 你可万万记得 千万不能哭 知道吗 但是贤额娘说 每个人都要哭得很伤心 不然皇阿玛会生气的 那是平时 当天不一样 当天所有的阿哥跟公主 都会哭得很伤心 你如果可以镇定自若 你皇阿玛会对你另眼相看 因为你是众多痛哭流涕者当中 我已保持清醒的一个 为什么 因为你皇阿玛失去的 不只是一位皇后 还有七阿哥这位嫡子 所以他现在需要的 不是众多的孝子 而是能够不被悲喜所影响 能够有机会成为太子的阿哥 然而是優师 皇阿玛 保安 你怎么会在这呢 永庄见几位弟弟 因为劳累都起了口疏 特去太医院 取些金اه花 给弟弟们煮水喝 三哥有心啊 余娘娘过奖了 那永昌先行一步 去吧 来 永琪 我们走 煮心儿个累坏了吧 谁说不是呢 溜溜的忙了一天 我这腰啊 我这腿啊 没一处不疼的 您慢点 这不都是 生永章的时候 落下的病吗 奴婢一会儿 给你好好按按 本宫这才知道 这执掌六宫 也不是件轻松的事 事无巨细 事事都要操心 又不能得罪谁 若是日后 儿子给额娘请安 永章回来了 快起来吧 额娘 儿子有话对您说 说吧 可心 退行 是 说吧 什么事儿 给御主和吴阿哥请安 御主怎么带着吴阿哥来了 都不贵 公子 本来想带着她去太医院 永迪惦记着皇上 说 要来跟皇上请个安才肯去 五阿哥真是孝心哪 可是皇上这几日都不大见人 恐怕 孝贤皇后先世 和宫的人都满心悲伤 皇上也应该当心龙体啊 永齐 你花阿玛正在忙 咱们不便打扰 这样吧 你去殿前给花阿玛磕个头 把咱们带来的参汤留下便是 是 去吧 儿臣永齐给皇阿玛磕头 皇阿娘先世 儿臣和皇阿玛一样伤心 但请皇阿玛顾念龙体 不要让皇阿娘在酒泉之下 担心不安 请皇阿玛喝点儿臣炖的参汤 养养神 儿臣告退 皇阿玛 永齐 过来 皇阿玛 皇阿玛 裕飞 你也一块儿进来 是 是 渗达衞 SEE 是个安分守己的 原来却也动了这个心思 那 额娘的意思是 我阿哥即便是不哭 额娘也有本事 让他哭就是了 倒是你啊 要好好学着于非的教导 冷静持重才是 儿子多谢额娘教诲 额娘不心疼你 心疼谁啊 永皇不过是额娘的养子 除了他以外 在阿哥当中你是最年长的 若你能得到皇阿玛的喜爱 当了太子才好呢 更何况 我们还有孝行皇后 临终前的一份取荐呢 皇额娘崩前倒还顾念着你 那是她欠咱们的 当年若不是她早早 就把你送去了协方殿 我们怎么会母子分离呢 若不是她 将那些嬷嬷们蓄意把你宠坏 你皇阿玛怎么可能不宠爱你 如今她都去了 也是该还给咱们了 额娘的心愿 就是儿子的心愿 皇上这符字 是写给孝贤皇后的 是给孝贤皇后的树碑付 以尽朕的爱死 皇阿玛对皇阿娘真好 你皇阿娘在的时候 皇阿玛没有对她更好 心里很是难过 儿臣知道皇阿玛难过 所以就炖了身汤给皇阿玛 你说这身汤是炖给皇阿玛的 告诉皇阿玛 里面有些什么 这个身汤叫四身汤 里面有紫丹参 南沙参 北沙参和玄参 入口甜苦醇厚 有意气补中之效 入口甜苦醇厚 你替皇阿玛喝过啊 是啊 二十四孝中说 汤要非口清肠 服尽父母 所以儿臣也尝了尝 怕太苦 皇阿玛不愿意喝 好孩子 皇上 您尝尝 皇阿玛 二十四孝 儿臣已经全明白了 可是今天大哥 好像说了一个什么典故 儿臣还不大懂 你大哥说的什么典故 永齐 你皇阿玛可是学惯古今 不似额娘 一问三不知的 今日儿臣在长春宫 给皇阿玛敬哀礼 经过偏殿时 听到大哥很伤心地说什么 明神宗宠爱 郑贵妃所生的第三子 朱长寻 不喜欢长子朱长乐 还说什么明朝有忠神 所以才国本之争 自己却连朱长乐都不如 儿臣不知道朱长乐是谁 大哥为什么拿他跟自己比呢 儿臣还听到大哥跟大嫂说话 没敢多听就走了 你在给皇阿娘敬哀礼 他们夫妇在窃窃私语是吗 不是窃窃私语 大哥说皇阿娘崩氏 兄弟中唯我居长 自然要多担当一些 我觉得大哥说得没错呀 皇阿玛 是不是儿臣说错了什么 皇上 永齐年幼无知 若真说错了什么 臣妾替永齐 向您请罪 玉妃 你起来吧 朕知道你不懂这些 即便是如意 也很少看前明的史书 永齐还小 这些话只能是听来的 永齐 过来 不要再胡说了 知道吗 永皇真是朕的好儿子 自比不得主的朱长洛 那永章呢 也如朱长巡 有多太子的心思了 只怕 也是仗着生母的缘故吧 仗着生母的缘故 皇上是说 淳贵妃要立为季后的事 你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臣妾在宫中听人人都说 孝贤皇后临终之前 向皇上立剑 要让淳贵妃成为季后呢 原来如此 永齐 你和玉妃退下吧 臣妾告退 儿臣告退 对 娘 儿子刚才没说了什么吧 没有 你说得很好 不枉儿娘办了这些天的书教你 那儿子回去就要说给贤儿娘听 那可不行 为什么 儿娘什么都不买贤儿娘的 永齐 你贤儿娘最近太忙了 你若告诉她 她会心烦的 永齐是不会让贤儿娘心烦的对吗 嗯 嗯 那你就什么也别提 是啊 来 走 走吧